接下來是一電視獨家 日前台北捷運古亭站出現頭牌色狼 有女子準備要出捷運站 明明手扶梯很空 可是她感受到後面有人緊緊貼著她 後來轉頭一看 有人拿著手機 鏡頭是直接對轉她的群體風光 還開啟了閃光燈模式 當場是人贓俱貨 這名女子好生氣 踹了色狼 還要求她閃照片 女子衝上手扶梯 伸手把灰色外套男子攔住 大聲要求她把手機拿出來 男子划開手機相機 點開相簿 映入眼簾的是偷拍女子的照片 當場人贓俱貨 事發的地點就位在捷運古亭站 這邊臨近十大上圈 而且又是黃線跟綠線的交饋站 人潮眾多 沒想到也出現偷拍色狼 上個月29號早上十點多 被害人六小姐從台中來台北玩 原本想逛個街 卻被偷拍 心情整個都沒了 就我站在手扶梯上 然後我那天是穿裙子 在快要出去的那個時候 我就感覺到我後面 有人貼我很近 然後我感到往後門寬眼 然後她的手機就是這樣子 然後閃光燈開著 下意識我就踢她一腳 然後我說你要偷拍我 平日早上的手扶梯明明很空 男子卻緊緊貼著前方的女子 詭異行徑被逮個正著 尤其他被抓後的態度顯得不慌不忙 讓被害人不驚懷疑 根本是偷拍灌犯 我是要忙起來才想說 她的態度怎麼可以這麼理所大 她就說我刪了可以了吧 她這樣看起來像灌犯 就她怎麼這麼神態自若的感覺 手扶梯高低差 時常成為色狼偷拍地點 如果遇到一定要馬上報警抓人 才不會讓偷拍狼心存僥倖 以犯再犯 這也對誠實在臺北藏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